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HKC的240盒子电竞显示器 前段时间我们测试了雷神的240盒子 今天同样采用8.0面板的HKC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究竟如何 VG273QK采用了褐色的纸皮包装 打开它的包装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支架,一个电源试配器 一条电源线,一条DP线,一份说明书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了螺丝 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就算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正面采用了三边窄边框的设计 底边中央位置是HKC的英文logo 底座则采用了Y字型的设计 我们再来看背面,整体以黑色为主 在支架的连接处上方做了一条红色的点缀 下部分做了类似于翅膀羽翼的纹路设计 背面左下角有一个五项摇杆按键 支架方面,它支持升降中心周的旋转 以及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试阻力感表现不错 接口方面,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接口,两个HDMI接口 和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亮它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开机,屏幕中央会出现HKC的logo 然后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开机之后的D主要感受 它整体的观感是不错的 没有出现明显的过保和现象 通过仪器的测色 它达到了130%的sRGB容积 PBI为109 实际的字距和图标显示效果不错 像素点方面,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为T型 屏幕的出厂默认深微为6,556K 在菜单中的摄温选项 还提供了5,500K的暖色 和8,900K的冷色选项 色域空间方面 它具备P3和SRGB两种色域模式 原本标准模式下 P3色域覆盖为95.2% 平均色差值1.51% 最大色差值5.32% 在开启预色的P3模式后 色域覆盖率会下降到79.1% 平均色差值2.98% 最大色差值5.25% 红色和绿色覆盖率不足 并且蓝色出现了过饱和的现象 这是比较严重的负优化 开启预色的SRGB模式 色域覆盖率会下降到78.8% 平均色差值来到了3.66% 最大色值来到了糟糕的6.9% 红色和绿色的覆盖不足 这也是严重的负优化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使用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VG273QK全屏亮度 呈中心向四周递减 紫色部分在350尼特到400尼特之间 周围一圈的蓝色部分为300尼特到350尼特之间 靠近边缘的部分则会下降到200尼特左右 有一定的暗边现象 在国标25公格均匀度测试方式下 最大差值为21.63% 表现较差 色温均匀度方面 屏幕的右上角偏暖 左下角则偏冷 色温在6535K到7064K之间浮动 整体的色温均匀度表现还是不错的 切换到全屏黑场 屏幕的亮度在0.1尼特到0.6尼特之间波动 顶部有一处漏光峰值 暗场控制表现中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深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A的规格 连接PC可以达到2K 240Hz 8bit全范围输入 设置10bit射深需要调节刷新率至165Hz HDMI接口是2.0的规格 也就是18G的带宽 连接PC只能支持2K 14Hz 8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PUS Series X 由于不支持4K映射 只能支持1080p 120Hz 连接PS5可以支持到2K 60Hz和120Hz的HDR内容 使用Ma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直连下可以支持到2K 14Hz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使用Type-C转DP连接 可以支持到2K 240Hz的刷新率 支持HDR但同样不支持High DPI 另外虽然Mac选项中 还有一个48Hz到240Hz的可变刷新率 但开启之后画面会出现花屏的现象 兼容性有待优化 输入延迟方面 在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平闪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了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它都是DC的调光 白点光谱测试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红光波段呈现两个波峰 属于KSF背光的特性 蓝光波峰在450nm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8.84% 相对偏高 不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背光 HDR性能方面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背光 白点亮度 在100%的APL状态下 它可以达到480L的峰值亮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EOTF曲线 它整体的SDR亮度曲线调校 和雷神的240Hz是比较类似的 在50%以下的灰阶和标准的PQ 是比较贴合的 在50%以上的灰阶 开始偏离标准的PQ 做滚降的处理 这样的调校 可以保留一定的亮部细节 但会降低用户观感亮度 另外在EOTF的测试中 它的白点亮度也是相对偏低的 HDR实景方面的测试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测试 这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比较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太阳的核心亮度为398L 表现中等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观测它的色彩还原和暗部细节表现 属于是中等的水平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彩过渡能力较差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射击断层现象 SDR游戏方面的体验 它的高光部分表现还不错 但色彩还原和暗部细节就有待优化 总体来看 VG273的SDR表现属于是比较一般的水平 并且它和雷神一样 SDR开启需要在菜单中手动调节 并不能跟随信号源自动切换SDR信号 这一点希望在未来能够优化 PC游戏体验方面 VG273搭载了一块友达的8.0Fast IPS面板 原生支持240Hz的刷新率 通过实际的测试 在240Hz的状态下 画面没有出现跳针的情况 OD调节方面 它具备三档 分别为普通、快速和急速模式 其中普通模式下6.45毫秒 这个档位没有任何的过充现象 快速模式下4.32毫秒 平均过充1.89% 最大过充29.2% 肉眼看不到比较明显的鬼影现象 急速模式下3.61毫秒 平均过充12.58% 最大过充达到了73.68% 肉眼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鬼影现象 最终我们以快速模式下4.32毫秒的结果 作为它的最快可用响应时间 这个成绩在快速液晶面板中 属于是比较优秀的水平 实际在近期内的FPS游戏体验中 得益于它快速液晶加240Hz的刷新率 VG273整体的运动清晰度和拖影控制表现优秀 接近同样搭载8.0面板 华硕XG27AQM的水平 在游戏功能性方面 它内置了4个不同样式的准心 暗部平衡功能 有正负各10级的调节 调节到最大之后 暗部提升比较明显 并且发挥的情况也比较轻微 整体的表现尚可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以它的数据天理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VG273QK的内部结构 由驱动板和面板本体组成 驱动板简单的固定在后壳上 没有屏蔽罩的保护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驱动板 由加润岩代工 主控芯片是连发科的MT9800 没有配备USB HUB接口和芯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面板贴子 形容为M270DAN 08.0 这是一块友达的快速液晶IPS面板 原生240Hz的刷新率 5msG2G响应 8bit色声 面板贴子的左上方有HKC的logo 这意味着这款机器只采用了友达8.0的OC 背光则是由HKC自家工厂进行组装 整体从拆机的部分来看 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 表现都比较的一般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VG273QK达到了130%的SGB容积 色域天梯榜排名第67名 而实际亮度方面 实测最大亮度为427L 亮度天梯榜排名第39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1213比1 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43名 超过了IPS标称的1000比1 表现不错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实际的各角度观测 它的表现是中等的 只有在较大角度下 才会出现亮度衰减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试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17.49%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104 表现一般 HDR单独设计箱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480L HDR峰值亮度天梯榜排名第52名 HDR静态对比度方面 实测为1257比1 表现不错 分区背光方面 通过扫描线的测试和拆机的环节 我们可以确认 它没有任何的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重点 响应时间方面的测试 VG273Q最快的可用档位为4.32毫秒 响应速度天梯榜排名第20名 表现不错 好了按照惯例 我们先来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的总结 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优点 1.有达8.0的快速液晶面板 240Hz的原生刷新率 响应速度的OD也调得不错 因此它整体的游戏表现是出色的 2.整体的亮度和对不对表现是不错的 HDR状态下能够激发500L的峰值 3.该机售价在2000以内 作为目前最便宜的8.0面板之一 性价比是不错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内部的做工用料都比较的一般 没有配备任何的屏蔽罩保护 也没有配备USB HUB芯片 2.由于是后组装的第三方背光 亮度均度表现是比较一般的 3.SGB和P3色域模式调校极差 出现了严重的负优化 导致射准表现也比较的糟糕 4.HDR调校同样糟糕 实景亮度表现一般 并且有比较明显的射接断层现象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关于它的负优化 实际上我们测试一台机器出现负优化以后 我们又买了一台机器来确认 它是否是批量性的问题 结果非常遗憾的是真的是批量性的问题 我希望这一点能够官方看到 然后进行一些优化改善这个问题 那以上就是我们关于HKC VG23的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你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